最近可谓是被汪小飞和大S的骂战刷屏了 这次算是彻底撕破脸了 其实当大S选择再婚的时候 就已经选择和汪小飞彻底说再见了 可没想到双方如今又开始撕了起来 大S更是把作为前任最后一点尊严都给彻底毁了 而有一点能看出或许大S根本就没爱过汪小飞 甚至可以说她纯诚就是把汪小飞当作是一个大冤种来对待 从离婚后大S的一系列骚操作不难看出 当时离婚的时候大S让舆论几乎是一边导致向汪小飞 甚至名利案里暗示大家是汪小飞导致了双方的离婚 在离婚事件中大S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 可是现在再来看看大S离婚后的情况 她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无缝衔接 就在和汪小飞离婚没多久之后 火溯找到了下家具俊叶 还是20年前的初恋 而且两人更是着急忙领证结婚 这明摆着就是把观众的智商当猴耍了 加上如今汪小飞的爆料 更是能看出大S的心机有多重 大S可谓是深恩宣传炒作之道 出道这些年除了流星花园外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但她依然能保持热度 这完全离不开炒作 但这次炒作彻底扭转了风向 大S的独立人设竟然是建立在汪小飞的抚养费之上 养前妻养儿女也就算了 还要养前妻的现任确实不能忍 而这次大S是算了 即使拿捏了汪小飞 可再也找不回曾经的体面还败好感 而如今这场大战到此估计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不过看台媒那边吃瓜倒是很厉害 逮住明星就问 这不林心如就没躲过 被记者问到是否和大S感同身受 面对这个问题林心如一脸无语 笑着回答我为什么要感同身受 我婚姻又没出啥事 不过回答得结结巴巴的 估计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给整个不知所措了 不得不说台媒是很懂采访的 后面记者还不死心 继续追问有没有关心一下大S 林心如摇头说没有并表示那是人家的家务事 我们外人不好插手我们要好好的生活 这个回答显然记者是不满意的 于是继续追问道 十周年聚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察觉 林心如笑了笑说 老是问我人家的事 都不知怎么说不好意思了 估计这是林心如的内心 就是想赶紧把这个烫手山域丢走 都知道林心如自从和霍建华结婚后 也是里里传出婚变的消息 加上在婚礼上霍建华黑脸 被传霍建华是被迫结婚的 所以谭媒问出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 只不过林心如没想到媒体能够问得如此直白 其实对于霍建华和林心如的婚姻 此前霍建华在某节目上也解释过 婚礼当天没有任何的不开心 只是自己笑起来不太好看所以干脆不笑了 但没想到会被人拿出来大作文章 面对刘言飞与霍建华总是一笑而过 谣言止于止者 他们继续低调的秀恩爱不理会别人说什么 其实霍建华林心如的婚姻不被看好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就是他们比较低调 对谣言什么的从不着急辩解 其次就是林心如的年龄 和霍建华是姐弟恋 而霍建华又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所以两人的结合难免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言语 其实婚姻生活幸福与否 还真的不能用寻常的幸福标准 是否长期黏在一起来定义 毕竟每个人在乎的东西不一样 有人爱常相厮守有人偏爱忙忙碌碌 幸不幸福哪样更让自己满足 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我们来ين换一个因为 如航海装修讨议 好